陆军第73集团军某陆航旅 近日组织多机型全要素高强度飞行训练 重点展开海上编队飞行 海上低空突防等重难客户训练 以及新飞行员的新机改装训练 从严从难锤炼部队作战能力 随着塔台指挥员一声令下 十多架直升机依次起飞 完成增速 转弯 出航等动作后 呈战术编组直奔某陌生海域 展开海上低空突防训练 跨越海岸线后 战机编队立即下降高度 向目标海域隐蔽抵近 为增加训练难度 训练融入敌情背景 战机编队机动途中遭敌雷达锁定 空中指挥员果断指挥战机编队下降高度 保持无线电静默 实施超低空突防并释放干扰弹 成功规避敌雷达锁定 快速捕捉目标 完成模拟攻击 在另一训练空域 新飞行员的新机改装训练 也在同时展开 训练将仪表航线 旋艇起落 空域飞行等多个课目 捆绑到一个飞行场次实施 不断夯实新飞行员训练基础 训练中 这个旅还根据新飞行员的身体 技术 心理等特点 精心挑选技术过硬的机长教员 进行一对一代教 我们坚持从南从沿 祖训失训 突出机长教员 领飞领训 突出海上 低空飞行训练 突出战术协同运用 突出重南科目训练比重 大力推进 战训偶合 不断锤炼部队 打仗本领 感谢观看